這個大家期待已久的廚師啦 來 大家試起來 最好吃的 超濃風味 你要找碗都剋掉是不是 我說實在話 我真的不曾看過他 吃別人煮的 吃成這樣 歡迎來到超老師的頻道 今天來黃沫市場就知道我要幹嘛了吧 我們來歡迎張琳 嗨嗨 沒有錯 我是算一屆的廚神 廚神嗎 我們就不囉嗦了 我們今天就來 得來晚餐 對吧 對 沒有錯 我們期待已久的 GO 我們去買菜 欸 有沒有想法啊 有 聽說他很會露豬咖 什麼叫做他很會露豬咖 我們講過了你買什麼他煮什麼耶 OK 那我們先挑菜菜類的好了 我們就由張琳去挑吧 我覺得張琳又要拿一些怪怪的東西 希望說有怪怪的東西啦 要發揮胡思的創意 他會煮東西應該都知道 OK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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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很漂亮 很強 就這樣 我的主食就是類似高麗菜啊 這個可以 太累了 就這個了 我決定了 好 我在想今天就是 三菜一湯 然後三菜裡面有包含肉的 三菜要配什麼你知道嗎 三菜是配到明示耶 好 一盒就夠了啦 好 那個是什麼 紫菜蛋花湯需要的紫菜 那不是查驗嗎 確定 這紫菜啦 595 好 現在菜真的很貴 那只有肉最便宜 可是從頭到尾就吃肉了 下一個是什麼 我們要去看肉肉 只要你糾結什麼就買什麼 反正廚師都會處理 小吃的就好了 小吃的就好了 你去不錯喔 是萊豬肉攤 真的假的 你都去全點對不對 我沒有看過整隻豬腳的 我好像 基本的嘛 雪魚 鮭魚 無鍋魚 用煎的好吃的 用煎的好吃 基本上這個煎就很好吃 比較沒有刺的呢 這個也沒有刺 好 好 就這個 老闆說得好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沒有買過 我覺得魚賣完差不多了 如果個人買菜 覺得肉吃就好 我們確定一下 全部的食材都有了 配料啊 跟你的醬料啊 蔥 薑 蒜 醬油 醬油膏 你一定有家裡都有了對不對 當你確定了 確定了 這餐怎麼那麼省 對啊 他好像一直想要叫我買 好玩喔 就是我不想再出門 我都有了好不好 好 回家 回家煮 是 好 你快買回來了欸 對啊 你的廚師咧 廚師也要再採碼 廚師啊 這個大家期待已久的廚師啊 我買這個材料 大概可以看到你煮三菜一湯 奇怪 這次為什麼 當你出去的時候呢 這麼簡單 明瞭 我心裡已經有想好 買三菜一湯的份量 很快切菜 切菜 這個誰來晚餐 本來做的又應該找我了 大小一致 有沒有 張迪你有辦法做到這樣 我可以喔 我來試試看 切碗嗎 有 我看一下有什麼齁 斑壽 還是他想吃吧 是菜啊 好 我就上次 菜 菜 都一樣 小白唇 遇到我快來會的欸 茄子 我的大根 站著我這個是必要的啦 把這個提過來 好 這個包廂用的東西 蔥這種東西 是 韭菜是第一名 蔥是第二名 它可以讓你吃的東西齁 可以提味 可以提味 達到去腥的效果 我跟你講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已經想好了一個東西 瞬間菜單 出來 看到這個八角 我就很清楚了一件事情 八角能怎樣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喔 張迪真的對你 真的好像不錯耶 好像你就是有優勢 他知道你拿手菜是什麼 那你就知道啊 煎爆香 看起來真的有磨油一樣的樣子 平時齁 我只是不想要顯示出 自己很厲害的樣子 說實在的話 別破眼鏡 那就要再配一副了 哈哈哈哈 我等一下待會打算是用滷的 前置作業很快就解決了 先滷豬腳 剛好你們家有這個 壓力鍋 滾了是不是 滾了 滾了 唉唷是不是 夠嗎 好像不太夠啦 你才可以放下 米酒比較厲害一點的 就這樣 很容易這樣子用手 我們一點點米酒就好 OK 有些人也會拿薑去 對啊 對阿 他已經有放了啦 他已經放了 唉唷他已經放了 那你再來是要做什麼 什麼意思 把糖直接倒在那個 豬湖裡面 你要問啦 我有我的做法好不好 我們這個叫做甜點料理 但是這個醬有一點點就好了 要的東西不是過程 不要的東西是結果 熱鍋了是不是 是 好 我這麼認真的態度 導致我身邊的眼睛太認真的醒來 都覺得我不會亂煮 有沒有 我是蠻好奇 你那個豆腐要怎麼弄來 我用炸的 可是它的味道我希望 它偏一點點甜點的感覺 請問一下這爆香之後 是誰要用的 所以他也要再繼續炒過 一定要炒過 就把它油逼出來 順便去心 回共啦 這個滷完喔 以後你們就說 欸你又要宰我家 我真的來了 就看到又準備好在這邊 那倒不如簡單一點嘛 在家裡用好 我知道你 有啦 就再把它油逼出來 你們下這個不沾鍋還不錯 先下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這個香氣了 要要要要 來 這個是要保留的 完美 好來八角來 八角不用多 你一旦多了 整個味道就苦掉了 一時一時放兩顆 來給我水 壓力鍋好像水 因為不能太多 可以 一樣再給它一點酒 去心一次 啤酒 這是加啤酒喔 迅速軟化 我覺得它是唯一一個 邊做菜我們想學的 是滷的 所以你確實會想要 會想要學 好的 我們先30分鐘 OK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道 喔 所以它的麵粉是不用用水的 輕輕有沾濕的 對啊 這個就是簡易的 炸豆腐 做大一點 它平常都可以吃到一大塊 好 差不多了 它其實只要焦到金黃就可以了 現在用大火的 把它正脆一點點 這個 雞蛋豆腐 這菜就只能用湯了吧 沒說的 那你幫我打蛋 好 好酷喔 必須喔 必須喔 必須 喔 香了 香了 但是錯了 豆汁不能把它脆度都跑掉 所以要拿捏得很好 超香 來 那個 蔬菜來 先放一點點 試一下 真的假的 看 你看直接夾在生意裡面喔 要把蛋餐的矮菜再用 你幹啥啊 只菜 夾蛋 應該就只是煎蛋而已嘛 就是煎蛋而已 肉髮應該比較不同喔 你幹啥啊 撒外面喔 嗯 這沒看過 就叫做 人生 手還是有一點菜 人生家要有一點菜 可是它是蛋耶 主體不是蛋嗎 主體不是蛋 蛋只是你人生中的過餓 而頭髮 吃完了就沒有 這道菜名稱 它就是單名一個 去 現在下了角白筍 我其實隨便炒一炒 角白筍真的不用這麼多的調料 可是角白筍本身沒有味道 我們就是要提鮮而已 然後它一點點鮮味出來就好了 我想要給它一點點 醋的味道 不知道這味道好不好 我先說 好想加沙茶上去喔 吐司試吃 感覺如何 少了什麼 馬上加 夠鹹吧 吃著吃著 可能吃越多啊 說不上很好吃 但是 莫名其妙會想再多吃一個 好 那就是過了 茄子就簡單 醬油很重要 加一點沙茶醬進去 我們試試看味道好不好 蛤 蛤 蛤什麼蛤 清淡的料理已經有兩三樣了 所以我們這道應該要選擇 重口味一點點 蔥薑爆香 茄子打底 大火快炒 起鍋 結束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快炒到 有 它是比較帶甜味 上色甜 加點水 好 沒關係 就是茄子 看看會不會煎魚 就是看這道了 通常呢 魚呢 會是最難煎的 來囉 來囉 我用小火慢慢煎 是不是在魚肉那邊都要畫個兩三刀 通常是要畫兩三刀 通常是要畫兩三刀 為了保持它的美觀 我這次不畫刀 不畫刀 有些人會加米酒在一邊 我聽你的建議 我幫你米酒在一邊 提煎 提煎 撲起來齁 對啊 一氣合成 焖住就煮快很多啦 有模有樣 有模有樣 他把另外一面 焦焦的蓋起來了 蓋起來了 好酷喔 其實老闆心思很細 好OK 他心思本來就很細膩了 還有一道料理 還在弄 因為我們剛剛看了一下沒有爛 可以吃嗎 就想要先吃這一道 因為我想吃到這一道很厲害 好 那我們就從這一道那裡講 好 我們剛剛是應該要先吃它 然後弄酥酥的味道 所以它因為是軟掉了耶 所以還好 不要加醬就很好吃了 不是加醬更好吃了 這道因為有用這個醬油 還有糖下去醃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嗯 有沒有 好再來這一道 這個叫 可是那個紫菜 你是不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啊 這個叫湊液 就是要好吃 來 大家試起來 這很好吃的 我好像風味 我覺得它是有點像炸蛋 這個口感是可以的 嗯 口感不錯喔 我覺得可以耶 紫菜炸蛋 油再少一點點就好了 不然這個紫菜還滿特別的 其實我說紫菜的話 我比較想吃這一道 我剛剛試了一下 還可以 剛吃的時候覺得怪怪的 可是到後面你就覺得 欸 有那個魚味出來 我只能說一件事情 沙塔 加了很多分 加上這個九層塔的提味 元氣滿分 我覺得它的屁股要跳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試了 三道菜都一直誇獎 再來就是加上的炒法而已啦 這個豆子我怕煮得太熟會軟掉 火候的拿捏很重要 它還是要保有它的脆度 就一個缺點而已 比較油 真的有 味道口感真的不錯 對 然後找白醉 對 是有點辣沒錯 但它可以讓你多配其口飯 少了一點鹹香味 主要是考慮到 這個沾這個重口味 這個重口味 這個其實也算重口味 這個我才打算說 不要那麼的鹹 最後但這是魚囉 那個魚 我不瞭解齁 那個你們可以試一下齁 簡單的料理 簡單的調味 啊 魚要把它好吃 這次我自己最失敗的就是說 欸 油確實多了一點 對 第一次來這邊煮飯 鍋碗調盆 不了解它的習性 這個鮮喔 嗯 餵 餵餵 好啦 外面吃一吃就好了啦 等一下 殺手見他們出來啦 其實它一定會救全場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不能吃在裡面 擠在那邊一點 裡面完全有生的 有沒有啦 有點奇怪了 哇 哇 早生生的肉底咖 你看這個肉都已經快要分離了 這個肉有點鹹 那一點點就... 你先試試 那你試試看 夠爛的話你可以把它放回去再繼續煮 對 沒關係沒關係 嗯 我這是Q的 夾這個皮其實是Q的 它真的是Q的 真的很好 直接把皮扯起來耶 試一下 試一下 口感可以 它今天可以吃上碗飯了 好吧 哈哈哈哈 馬上 很剛好 這個牛飯 你看喔 這個東西都已經快空了 我已經準備接受花獎了 來 進去 來 菜色來說 真的就是油的部分 然後魚可能就是它剛好比較不熟 因為本身你比較少去做這個 豬腳 烤汁 超級下飯 皮真的很Q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它沒有用什麼太多的東西 對 它就簡簡單單的 我們前面幾位真的是要用分數來評比 前面幾位記得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 喔 你是喔 一頓還不錯的晚餐 我吃外面的豬腳我也不敢吃皮 但是他剛剛我有吃到他的皮 他是可以的 它真的是那種Q又軟又帶嫩 外面的通常都是皮沒入味 然後肉很入味 我建議那些店家 你買一個壓力鍋就解決了 對 應該也是這麼說喔 我們今天就很高興邀請到 炒爺 來當我們的壓軸 誰來晚餐 他後面那一位要搭誰 我想一下有誰好不好 不然就是不要公布 然後等你給我們答案 讓他Q好不好 我就期待一下炒爺Q誰好不好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 分享 記得追蹤我們 我們的女生宿舍到咧 哪個首日記 對 這個超不上去 你要把碗都剋掉是不是 我說實在的話 我真的不曾看過他 吃別人煮的 吃成這樣 你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這個當老婆的 太失敗了 我覺得是落差感啦 他覺得我不會煮 結果突然吃了 好吃耶 他那個樣子是吃到快把碗 吞進去了 趕快吃 我到底要胖多久啊 趕快吃